对对 突然想 一个台湾艺女艺人 她在大陆被我骂到哭 骂到哭 你很难生气的人 对对对 怎么了 那个 什么事 打哑谜 怎么了 我们不用猜是谁 就要讲这个状况 刷出来吧 勇敢地刷出来吧 对 因为之前有合作过 然后后来再次合作 那刚开始的时候 人也客气 戏好像也好了 那觉得不错 看到她有改变 那就觉得 这部戏可以平平安地拍完 就没到两个礼拜 都在等她 哇 拉肚子 每天早上拉肚子 后来据了解 人家在吃减肥药 狗吃完减肥药 情绪也不是特别问题 也会了 就每天就开始等半个小时 到一个月后 然后突然间有一天 大家六点钟化妆 到七点半才来化妆 因为那天有小孩子 有老人家都化 都在等她 后来化妆做到现场 然后导演说 哎 我先拍 不要 摄影师 这就弄 不不 机器放的 导演你们先让开 我那火 闷了一个月了 完全像是一个热情的 沸腾的狂野的青少年 火山要爆发了 但我就是长相看起来 还是很羞气 还没来走 看着表 然后她一来 来穿衣服 就也不会 对不起大家不好意思 对 然后 哇 这是那个 我 你告诉老板 你告诉老板 我为什么要骂你 我就跟着 干什么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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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导演就 把你算 你还要跟出来什么 你都 你都 哈哈哈哈哈哈 这正常对吧 我真的方便心里 哇 因为都是真的差差差 你该把翻译本给我们 我们上个字幕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好爽啊 那个女演员哭花了 结果也还没办法录啊 是不是 对 眼泪已经往上飘了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她哭得也很激动 我就告诉她 对对对对 然后就告诉她姐姐 然后她姐姐就说 好告诉老板 不要拍 好不要拍 不要拍 我说大家最好收工 就就在 现在等了大概五分钟 好 来 拍哪场 拍拍哪场 对啊 然后 我又 讨厌 她那时候我爽到 就是本来在现场 我那脚子也是很正经 然后看她回来 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是一个气盛 其实我完全控不住啊 对啊 太爽了 好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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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那场戏 主要的情绪是什么 是谈情说爱还是 没有没有 其实都是很 很正常的一些 不是很常业的一些 哦 OK 所以其实哇 孙新大哥也会发飙 很厉害的 很难得到 远无可远的时候 结果 结果骂我还 我还不够 我直接冲 拍那场戏 我就冲到血之后 老板你知道 刚刚发生什么时候 你搞什么 之前跟你说过 这个艺人会常常知道你 你就 好了好了 好 准时准时 连老板都骂 对不起 因为老板在包庇他 后来你还有接 这个老板的戏吗 可能在接 因为他一直用 那个女演员吗 不可能 因为那个老板也坏 那个老板也坏 对 待会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东风的网站 会公布姓名 接下来马上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 人与人的相处 跟尊重 有时候难免第一次接触的话 必须忍让一点 对不对 但是发生这样的 发生这样的情况之后 到后来夜班的时候呢 他找到 还没天黑 他就已经到现场服装 还是要教训一下 好太多 对不对